我花了300个狗狗币购买了特斯拉的哨子 昨天晚上我刚和老师吃完饭 突然看到特斯拉接受狗币来支付购买商城里的商品 今天抽时间聊一下 特斯拉接受狗币意义何在 马斯克到底在想什么 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狗币是否具有投资潜力还有升值空间 先看后赞好运不断 小手一抖越看越有 看完留言过个飞年 特斯拉突然在2022年1月13号开始接受狗币支付 说惊喜也算不上惊喜 因为早在2019年 马斯克就公开给狗狗币购 那时候他觉得狗币非常可爱很搞笑 当时狗币的人都想让马斯克去做狗币的CEO 2020年圣诞节发布了做空的短裤 就是红短裤Short Short 他就把狗币的标记印在了屁股蛋子那儿 非常的可爱 2021年他继续疯狂的带货 发推特发表情包 还说Dogecoin is people's crypto 狗币是人类的虚拟货币 2021年5月份他还在推特发表投票问大家 说特斯拉是否应该接受狗币支付呢 这种疯狂的带货节奏掀起了千层浪 一时间大家给马斯克起了各种各样的别名 有叫Dogefather叫狗爹 狗爹说狗币对金融系统的冲击是innevitable 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狗币的价格也随着老马的刺激上下翻飞 一开始推特发一个词 就会引起价格的剧烈上升波动 当他参加Saturday Night Live的娱乐节目的时候 狗币的价格也是达到了历史高点 0.7美元 随后也是一直走的下行趋势 当他越来越多的提及着狗币的时候 价格的变动也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仿佛就是像吃多了春药的男人 前几次效果显著 越到后来就越难提起兴致了 人们的热情也回到了最低点 各种渠道也不断的有人骂老马 说他割韭菜 骗散户 自己炒币坑大众等等 与此同时 老马对狗币的热情并没有削减 5月13号他还发推特称 在和Doge的程序员开发员 一起改进他们的交易效率 Potentially promising 他说很有潜力哦 然而狗币的价格似乎没有什么起色 最近一次马斯克提起狗币 是在接受Lex的采访 那期视频我也做了浓缩解读 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 大致的内容说的是 特斯拉会接受狗币 在商城购买一些小的商品 狗币是比较适合 做这种交易类型的媒介 差不多几周过去了 现在你已经可以在特斯拉官网上 起码在北美通过狗币来下单这些小商品 我昨天在上新的第一时间就下单了这个特吹口哨 因为之前卖的时候想买 没买到 当时卖了50美金一个 很快就被抢光了 我也没买到 昨天突然看到有货 我当然马上就搞了一个 顺便也尝试了一下这种购物的形式 我在特斯拉官网下单 往提供的这个钱包地址里打了300个狗狗币 我交易的时候 狗币的价格在0.17到0.18美金区间 花了我52块5毛8美金 加上一点点的手续费 一共花了53.3美金 当时也没有睡什么的 这个环节简单明了 非常好操作上手 下单成功之后 还给你一个可爱的狗 戴着墨镜的圈人页面 非常的可爱 我也是第一时间发在了推特 YouTube社区 还有圈里面 也有不少朋友下单了 体验这种模式 还有不少朋友留言说 Alan 你这个哨子说不定几年之后 让你后悔 跟几年前一个哥们拿着 不知道多少个比特币 买了的那个披萨一样 现在肠子都毁清了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 我看完之后心里也咯噔一下 截止这个视频为止 一个特吹口哨 原价50美金 现在300个Dodge狗币 按照现在这一刻的狗币价格 0.19美金换算 这个哨子54美金一个 特斯拉腰带 Don't mess with Tesla 原价我买的时候 是150美金 现在835个狗币 和158美金 Cyber Quad for Kids 就是小孩玩的那个赛博的玩具车 原价是1900美金 现在卖12020个狗币 按照现在的价格 和美金大约是2283块钱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商品由于狗币的价格变化 换算成美金的价格 也是有着不同程度的变化 小到一个哨子 大到一个车 价格到从几美金到几百美金不等 我的这个哨子一天时间过去 还没到我的手上 已经相对于狗币来说 这个贬值了 不光如此 刚才提到的几个商品 之前你是可以通过美金购买到的 现在官网上变成了 只可以通过狗币来购买 也就是说 你想拿银行卡 信用卡 美元的方式买 是不可以的 看到这儿 你会不会觉得 狗币在老马 还有特斯拉的加持之下 是不是真的会一飞冲天 所向披靡呢 艾乐会不会有一天 看着这个哨子 流着眼泪 痛苦的回忆 三百个狗币 如果留到最后 可以给他带来生活上的改变呢 我们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 理性的分析一下 首先按照很多特斯拉粉丝的观点来讲 老马带货必出精品 我也是看到不同的粉丝 因为老马带货狗币 投入了不少钱进去 从几万到几百万都有 希望可以做一波改变财富的快车 这是出于对老马的崇拜和信任 但是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从马斯克的角度来考虑 他为什么要推 要带货狗币呢 为什么要用特斯拉作为试验品 来接受狗币支付呢 为什么在接受支付的同时 现在只有这三四个商品可以接受支付呢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他在Lex采访时是如何评价狗狗币的 老马说 数字货币呢 是一个可以用来减少钱的系统里出现的错误的一个方式 由于他之前在PayPal的经历呢 他自认为他对钱的实际认知还是比较深刻的 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去理解钱呢 应该是把它理解成一个信息理论 就像宽带一样 平宽是多少 比特率是多少 延迟多少 丢包率多少等等 数字货币在试图解决钱这方面的问题上 从技术还有货币超发等等 要把钱想象尝信息 它本身是没有动力和作用的 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岛上 但是有着万亿美元 其实是毫无价值的 钱呢 是一个可以分配资源的数据库 不能分配的情况下 它就一文不值 比特币一样 在08年被创造出来的时候 网速和现在不能比 10年后的今天看 那时候进步的太多 如果一种货币的通缩性质太明显了 人们就不会愿意去把它花掉 会想着 我如果拿了的话 将来会更值钱 这样是不符合作为流通货币的逻辑的 但是如果这种货币越来越多 会给人们这种趋势力去花钱 狗币就属于后者 每年会产生一定量的币 作为流通货币还是比较符合的 这段话里呢 老马清晰地阐述了他对狗币的看法和观点 第一个就是 它是一个信息传递的媒介 没有实际的任何价值 包括所有的货币 比特币美元人民币这那的都是一个媒介 属于用来交换分配资源的数据库 如果他们不能交换或者分配资源 就像扔在荒岛一样是一文不值的 第二 数字货币的作用是可以用来减少钱的系统里的错误 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再需要这个老的这个方式来计算 从而犯错误 第三点 狗币之所以被选用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市场存量很大 而且每年都有着发行量 不至于出现通缩的情况 作为流通货币比较符合 因为作为货币的一个底层逻辑 就是它不可以价值变化的太夸张 就像如果大家都认为 比特币在几块钱的时候会变成几万块 那么就不会有人会在这个几块钱 几毛钱的时候拿他换披萨来吃了 换句话说如果大家都共识认为 狗币的价格会比现在更值钱 就不会有人去花了 也不会有人去拿他来换商品了 都去囤起来的话 那么就失去了这个货币本身 作为交易媒介的价值了 看到这儿有人说 阿兰你别扯了 你再说多也没有用啊 你这口哨昨天买52 今天54 你要留着那300狗币 隔一天你就值多2美元 对吧 你要买那个Cyber Quad更夸张 多赚了更多 对不对 与其你去买花狗币买哨子 还不如把狗币留着呢 这么想没毛病 但是啊 就像如果大家都认为美元会升值 把家里的美元都藏在床底下 藏在这个猫底下 那么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你知道硬币本身的制造价值 比它的购买力还高的话 你还会去花这个硬币吗 货币本身呢就是媒介 是需要信心 而且是一个大众的信心来组成的 现在给你一堆金巴不为逼 你还不如上厕所用了呢 就像昨天我跟我老师吃饭啊 他这个年龄这么大 而且很多很有钱 还不是吃饭的时候 就吃那么一口就饱了吗 包括最后啊 给人这个小费 我们两个人吃了75美元 按照美国这个规矩给小费 15% 18% 20% 就算比较多的了 他直接给了人25块钱小费 凑了100整 75块钱税前其实也就60多一点啊 就相当于他给了30%到40%的小费 服务生呢特意跑过来啊 双手合十说非常感谢 这个给我这么多钱啊 非常感谢 服务员走了之后呢 我老师就不屑的一笑说 不就25块钱吗 这个钱在不同人的视角里 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服务生可能觉得25块钱 他可以干很多很多事情 但对于我老师来说呢 只是手这么一画 就这么大的区别 其实美元呢 也是有汇率的 对吧 一美元可以兑换多少人民币 日元 欧元 英镑 法郎 而且呢 这个汇率也是在不断的变化的 也是有外汇市场的 对吧 交易量也是非常大 只不过大部分人不做它 都明白而已 虽然狗币对美元是有波动的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 假如我昨天拿了300个狗币 换了一个口哨 那是因为我非常想要这个口哨 我之前50块钱美金 我没有买到 他今天要300个狗币 我来卖 我就要买 过去24小时 虽然相对于美元来说 我这个交易感觉是我亏了 可是我今天 或者你今天 要去买这个哨子 你还是需要花300个狗狗币 才能买到 相对于这个哨子本身来说 它并没有发生任何价值上的变化 都是300个狗币 如果你不把媒介换成美元的话 它本身是没有变化的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哨 如果你想买的话 只能在特斯拉官网买 只能通过狗币的形式购买 你就要花300个狗币买这么一个哨 那么如果这个定价一直不变 狗币涨到两毛三毛 它都是300个狗币 那么这个哨子的价值呢 它一直就是300个狗币 而不是一开始的50美元 把这个思维无限的放大 或者无限的缩小 我们可以逆向推倒出 可能出现的方向 假如狗币的价格涨到了 1万美元一个 那么在官网上 按照这个价格买这个哨子 那可能就需要300万美金 傻子才会买吧 那么如果狗币的价格暴跌 0.0001美金一个呢 300个狗币 大约就是三美分一个 可能吗 特斯拉还接着卖吗 他是傻子吧 他造也造不出来 成本也造不出来 还不如直接说 断货了不卖了 逆向思维来想 假使特斯拉不更改 这个哨子的价格 或者说不轻易 或者不经常更改 这个价格的话 那么狗币的价格 就会在长期稳定在一个区间 这样这个支付渠道 才会长久的保持 如果三天两头 就要改家的话 今天300 明天400 后天200 那么这个趋势呢 一定也不会长久 说到这儿 有点心疼 这个特斯拉那些财务部门 这个计算真的麻烦死了 所以我甚至猜想 老马和这些狗币的developer 设计或者商量好 将狗币的价格稳定 这样呢 人们才会真正的 去用狗币消费 来交换 配置 重新分配资源 而不是囤着 囤着 囤着 期望它升值 从而失去它最原始的意义 以上呢 就是我对狗币 还有马斯克 对狗币的一些看法 价格走势的分析 也许我错了啊 几年后 我后悔的 拿着手里的这个 价值几百万的口哨 不过那也没什么问题 那我就是金特锤了 对吧 你认为狗币的价格会飙升吗 你会继续囤着 你手里的狗狗币吗 看完再赞 腰缠万贯 下期视频呢 继续讲 上期没讲完的 金融危机 还有StackFation 智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